气暴发生的现场就是在我后方这一栋三层楼高的透天错 除了整栋建筑物全毁之外呢 包括它的下方这些车辆也被波及被炸得面目全非 气暴现场一片狼藉整排窗户破裂 厨房刀子锅碗瓢盆玩具全被喷到外头 爆炸威力惊人 地上满是碎玻璃和燃烧过后的杂物 整起气暴案夺走四条性命疑点重重 消防清理火厂发现成姓男子诚实在三楼楼梯扣 妻子在阳台前 儿子则是在房内 但奇怪的是男子身旁分别有20和10公斤的瓦斯桶 其中20公斤的气阀被打开 另外二楼梯扣也有一桶10公斤的瓦斯桶 不排除有人把一楼厨房和三楼浴室的瓦斯搬到别层楼去 他是躺在那个瓦斯旁边 消防人员找来瓦斯行业者重回现场模拟 二楼的瓦斯桶严重烧毁 不止如此附近住户也遭受波及地下室淹水 邻居私下说成姓夫妻疑似常争吵 这回发生气爆三大桶瓦斯摆放位置太不寻常 加上瓦斯气阀被拉开产生爆压 因为有墙壁阻挡导致压力往正面宣泄 爆炸威力如同火球喷到对面民宅 邻居门口无辆机车和资源回收物助长伙势 邻居说案发时疑似听到母子大喊救命 后来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就没了 检察官道场离清案情三桶瓦斯爆炸为理惊人 瞬间如火球冲到对接把三栋楼炸成一楼 瓦斯桶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 将是检方要离清的关键因素 记者公寓得王百英SNG小组台中采访报道